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让你的白月光陪葬吧 我从未见过人的身上可以流那么多的血 整个世界一时间除了星红 不再有别的颜色 那些星艳的红一点一点透支着女儿的生命 我的女儿死了 我用了整整两天来处理女儿的后事 冰冷的停尸间外 医院的工作人员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因为她的父亲始终毫无音讯 我浑浑噩噩噩回到家 然后将整个客厅铺满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直到从天黑等到天亮 家里的大门才终于被沈之行打开 你演戏演上瘾了是不是 催命机啊给我打那么多电话 我闻着沈之行身上 带着的一股淡淡的女士香水味 是不属于她的味道 见我不出声 沈之行一把拽过沙发上的我 历生责备还有女儿都是你惯的 我为了锻炼她多运动 让她去公司拿个小熊玩具 她倒耍上性子了 亏我到最后还真给她买了个小熊 不就是骗了下她吗 你说什么 我提高了音量 不死心地盯着沈之行 骗她 所以是她为了自己顺利优惠 让女儿独自在深夜 硬生生走去公司 可女儿到死都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小熊玩具 根本就不存在 只不过是爸爸 用来支走她的谎言 沈之行随手把一个玩偶 扔在我脸上 仿佛是对我和女儿的赏赐 什么什么 算了 我懒得再教训女儿 你赶紧把她喊出来 估计她看见小熊能高兴惨啊 哼 原来在她眼里 天大的过错 也能用区区一个玩偶 打发我和女儿 我强压住心中的酸涩 捡起一张离婚协议书递给她 我已经签好字了 随时有时间去办离婚 沈之行连看都没看一眼 居高临下地将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丝的吸碎 而后更狠狠地瞪着我 我给你脸 你就不要再继续闹了 就因为我骗了女儿一个玩偶 我这不是买给她了吗 她又跟你告状了是吧 我平时对她不好吗 小东西还学会传话了 她人呢 她嘴里对女儿的称呼 将我心脏砸得血肉模糊 女儿死前的惨状在我脑海回荡 我将指尖掐尽手心 强撑着站起身问她 所以你每名其约的礼物 不过是为了江雨去之走女儿 可你怎么能狠心 让她一个人在大晚上跑那么远 有没有想过会害的她 不等我说完 沈之行就不耐地开口打断 语气充满不屑 你扯上江雨干什么 行了 这些都是给你的 可以闭嘴了吗 有这个泼妇功夫 不如多收拾收拾 你那张比老太太还疲惫的脸 她手指的方向 摆满了大牌化妆品 我低头看了一眼 全都是大火的产品 一看就是让贵姐随便选的 但我不是她 没心思在女儿尸骨胃寒的时候 就打扮好自己去招风引蝶 想起这些年她满不在乎的态度 我忍不住泛红了眼眶 沈之行 算我求你 签字吧 我的话音刚落 沈之行彻底没了耐心 随手将一旁的化妆品摔到地上 安念 你有完没完 礼物也堵不住你的嘴了是吗 想离婚 好啊 但女儿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说完 她静止摔门而去 我看着沈之行的背影 第一次没有喊住她 七年来 每次都是我委屈求全的求和 甚至在她对我更加冷淡后 我仍心存幻想 幻想自己毕竟和她有孩子 只要我足够卑微 一定能挽回她 可是我错了 是我幻想太深 才害了我的女儿 这个男人哪还在乎过我 哪还在乎过女儿 她的眼里不过只有她的白月光 连女儿的死讯都比不上她想要快点 奔向他人的速度 这次 我们终于结束了 我望着空空如也的门 喃喃自语 然后 捡起那个小熊玩偶 离开了家 我和沈之行刚认识那几年 他像个顽固子弟一样 整日追着我跑 说我跳舞特别好看 我对他猛烈的追求从未回应 直到我爸被自己养在外面的女人一通套路 整垮了公司 之后 他便扔下我和我妈跑了 而我回家的第一眼 便看到了我妈的尸体 还有他留下的一封信 他说对不起我 他说他撑不住了 他被债主逼死了 我妈死后 追债的目标便是年轻的我 当他们想要撕开我衣服的时候 我哭喊着 甚至跪下来求他们给我时间 那天 是沈之行如天将神明一般 从债主手里就出了我 沈家很有钱 当年沈之行的零花钱 就足足有三十万 他将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债主 又立下字句 说剩下的钱他也会还完 我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还会回来吗 我一遍一遍地问 别怕 我在 他也一遍一遍回答我 那天 我什么话都没再说 却紧紧握住他的手 后来在医院的病房里 他对我承诺 一定会带我脱离苦海 不会再让我受苦 以后都有我在 再后来 我们结婚了 在两个人浓烈的爱意之下 爱情的结晶诞生 女儿出生那天 她抱着女儿 哽咽地像个孩子 安念 我居然当爸爸了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要 当个合格的避风港 让你和女儿安心依靠 之后的那几年 沈志行确实做到了 即便公司在忙 她也会陪我照顾女儿 会亲自换尿不湿 女儿第一次喊出 爸爸的那天 整个房间都是 沈志行兴奋 又不可思议的喊声 甚至有次 女儿在楼下滑梯 不小心摔了一跤 沈志行心疼又自责 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认为是她这个父亲粗心 而美梦惊醒的那天 还是在女儿三岁生日 那天我在餐厅等到打压 男主角却始终没有出现 我带着女儿失落回家 却看到了停在家楼下的 沈志行的车 我朝车前走去 沈志行正脸色通红地 依靠在江宇身上 看样子喝了不少酒 看到我之后 江宇并没有避讳 二人的动作 反而一脸得意 今天我刚回国有场聚会 还好志行哥哥特意赶来 为我挡了不少酒 我知道她 沈志行的白月光 特意这两个字 她咬得很重 等我扶着沈志行 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墙上的钟表 刚好敲响十二点的钟声 女儿的生日结束了 而之后更是一切都变了 沈志行经常不再回家 柔情的眼神 从家里转移到江宇身上 江宇感冒了 我带她去医院 你自己在家照顾女儿的发烧 江宇喝醉了 我怕她不安全 这才忘了我们的纪念日 这些日子里 江宇用无数种理由 勾得沈志行 为她抛下我 事后还会认为 是我善度 恶意揣测 而我 被当年的牢笼死死困住 一次又一次地忍下 我以为我努力维持这个家 女儿就能快乐成长 沈志行也会再次改变 可忍到最后 却是一无所有 就连我的亲生骨肉 也命丧在沈志行的一场谎言中 我突然想起沈志行第一次的告白 爱就是这样 总会突然降临 是啊 爱会突然降临 但也会突然消失 就像二十岁的沈志行 一遍遍向我证明她的爱意 但我忘了 人不会永远二十岁 从我和沈志行的房子出来以后 我带着女儿的骨灰 住进了我家以前的老房子 每一个夜晚 我都在沙发坐了许久 女儿生前的容貌 让我朝思暮想 即便我再不舍 可人终归是要入土为安的 我终是挑了目的 想要带女儿去安葬 又换了多拉爱梦的骨灰盒 她一定很喜欢 可我刚打开门 就被外面的人一脚踹到地上 连手中的骨灰盒都差点脱落 我站稳之后 对上沈志行满是怒意的目光 身后是她的白月光 江雨 不等我反应 沈志行一步越过我进了门 她踹开每一扇门 就在耐心被耗尽之后 才像终于看到我似的 怒声质问 女儿呢 我更加用力抱着手中的罐子 颤抖着开口 想起女儿了 晚了 女儿死了这么多天 她才终于知道 女儿遭遇意外的消息吗 还真是忙 可下一秒 我竟被再次打脸 沈志行死死盯着我 目光像脆了毒的利刃 我当然要找她 你不会教养 救我来 赶紧让她给我出来 我要好好问问 女儿是不是你教唆 她去干这么恶毒的事 如果不是你 那就是她生来就这般畜生 呵 原来她还不知道女儿的死讯 反而如此辱骂女儿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冷漠地问道 那我倒是想知道 女儿是干什么恶毒的事了 能让你这个亲生父亲 这么恨她 沈志行没有理我 再次想冲进去大喊 被我死死抵住 终于 江雨缓缓走近 在我面前慢慢抬起头 我这才注意到 她的一张脸上 全是红斑 江雨的一双眼睛 变得雾蒙蒙的 像只受极了委屈的小猫 她抽气着对沈志行说 算了 可能孩子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她估计也不是故意想害我过敏 江雨的话音刚落 沈志行眼中的怒意更胜 小雨 你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你以后 可不能这么心软 还想替恶人说话 这当妈的 都教唆孩子 要给你毁容了 你继续纵容孩子 是在害她 我茫然地抬眼 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女儿究竟做错了什么 被她害死后 还要再接受罪名 沈志行你 还有没有心 那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却宁肯相信 旁人的栽赃 也是 你怎么会有心呢 你都能为了和自己的 白月光优惠 去让女儿 她响亮的一巴掌 打断了我的大喊 火辣辣的痛感 彻底将我的理智抽离 沈志行依旧不依不饶道 我说过多少次了 小雨就是我的妹妹 你一定要扯上她不放吗 还有 女儿跑去公司 给小雨的咖啡中 倒了足量的芒果 你明知道 小雨对芒果过敏 自己不敢去 却让五岁的女儿 当你的帮凶 不会做人 就我来帮你做 不会养孩子 我来养 我像是忘了女儿的死 下意识地反驳 她对女儿的诬陷 那你的亲生女儿 从不吃芒果 你还记得吗 她长这么大连碰 都不会碰一下 自己不爱吃的东西 你是不是为了 给你的小心肝报仇 连脑子都不要了 女儿从不肯碰芒果 小时候因为被邻居 拿芒果斗了一下 沈志行直接将那个人打到重伤 这时的沈志行 仿佛想到了什么 恶狠狠的脸上 逐渐有些动容 见状 江宇带着哭腔开口 可 可我昨天亲眼看到 她拿着芒果进了公司 哪有人会不敢碰芒果呀 美人一旁哭泣 沈志行的保护欲再次上头 安念 现在让女儿来说清楚 你向小宇跪下道歉 就算了 否则我拿着监控 把你和女儿交到警局里 我几乎要被逗笑了 你确定有监控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 下一秒 沈志行将所谓的证据 扔到我面前 手机屏幕上 一个幼小的身影 穿着和女儿同样的衣服 鬼鬼祟祟地走进公司的茶水间 随后 像是选定了什么 将满满一袋芒果 倒进一个杯子 视频很短 到这里就停了 我刻意瞥了一眼 监控上的时间 正是女儿火化那天 我很快就笑出声 随后是癫狂地大笑 江宇在这时温柔开口 安念姐姐 我只是想知道 孩子为什么这样对我 也没有别的意思 毕竟孩子还小 你不能教唆 他做不对的事情啊 实在不行 以后我帮你教他 看着江宇眼底闪过的挑衅 我冷笑一声 其实你也可以让沈志行 和你一起生个孩子 哦不对 那样的话 应该叫私生子 所以你还是劝你的志行哥哥 早点和我离婚 你也能光明正大的 成为沈太太 还有 少在这对我女儿指着点点 我女儿用不着你管 我劝你们最后查清楚 监控里的人是谁 说完 我又对上沈志行的眼睛 沈总不离婚 不会是嫌弃美丽的江小姐了吧 听到我的嘲讽 沈志行积压的怒意彻底爆发 下一秒 她一脚踹向我的胳膊 条件反射下 我松了手 骨灰罐骤然掉落砸在地上 盖子松动脱落 罐子滚动了几圈 里面的骨灰 撒在破旧水泥地上 格外刺眼 一瞬间 我仿佛丧失了五感 眼里只剩下刺目的灰白 像女儿死的那天 我像疯了般尖叫 整个人捧着散落的骨灰 但很快 我被两个保镖架了起来 沈志行压低了声音 威胁到 最后一变 女儿到底在哪 我张了张口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沈志行彻底没了耐心 伸手捧了一把骨灰 撒在我脸上 不是喜欢毁别人的容吗 那我今天就来给你好好做个美容 我疯狂地扭过脸 想要躲避 却被沈志行死死拽住头发 让女儿出来给江宇道歉 你还不肯是吗 女儿都死了 还要遭受这番折辱 头皮被撕扯的疼痛 已经敌不过此时的心痛 我用尽力量嘶吼着 沈志行 你不是人 沈志行像是累了 松开了我的头发 随后给助理打去电话 听着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找到我女儿 并且 立刻让律师拟好离婚协议 安念未经允许 再也不能见我女儿 电话那头的人顿了半赏 终于颤抖着开口 可是沈 沈总 您的女儿已经去世了 就在你和江小姐 她死在了来公司的路上 沈志行拿手机的手抖了一下 随后带着难以置信的怒意 你胡说什么 是安念让你和她一起演戏的吗 电话那头的人 吓得立马解释 不是沈总 是因为联系不上您所以 滚 前两天还在监控里出现的人 你现在跟我说 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安念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样替她演戏 我现在通知你 你已经被开除了 立刻从公司滚出去 说完她 甚至没有给助理留下一句解释的时间 好像除了江宇之外 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耐心 沈志行看了我一会儿 轻蔑地笑出声 你的戏演得太烂了 女儿的是我现在就去医院里 亲自查清楚 我的胳膊被两个保镖架得生疼 满眼都是女儿洒落的骨灰 她转身走了两步 想起什么又停下脚步回头道 想用这种戏来把女儿藏起来是吗 好啊 等我找到女儿 不用你说我也会和你离婚 而女儿 你再也别想见她 听见这句话时 在一旁看戏的江宇 迅速换上温柔的语气 开口安慰她 知行哥哥 你别这样 我已经不怪孩子了 你看我吃药输液就没事了 只要孩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好 以后毕竟还要见面的 她的一由所指 是她会入住沈家 可我没想到 女儿的死讯爆出后 她竟然还在朝女儿身上泼脏水 愤怒的情绪让我全身 一下爆发了巨大的力气 批命挣脱了保镖的钳制后 我竭尽全力扑向江宇 像疯子般想要掐她 就在她尖叫出声的同时 身旁的沈之行 一巴掌抽在我脸上 紧接着立刻命令保镖 将江宇送去医院里 她也紧随其后 下楼之前她扭头 命令留下一个保镖 在家门口看着我 不允许我出门 我就这样被她囚禁了起来 和女儿的骨灰一起 残破的楼道门 在她们离开时 发出滋滋刺耳的巨响 我一瞬间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 跌坐在地上 泪水喷涌而出 我爬到女儿的骨灰罐面前 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扣下脸上 干涸结块的骨灰 轻轻放进罐子里 每扣下一块 脸上的汗毛被粘住 疼得我呲牙咧嘴 脸上清理完毕后 我缓缓趴下身子在地上 双手轻轻捧起地上洒落的部分 又慢慢挪动到骨灰罐上松手 直到肉眼看不见地上有一颗残留 我才整个人松了口气 失魂落魄地站起身后 我才颤颤巍巍巍地拿起女儿的罐子重新进门 一个人像行尸走肉般躺在沙发上 怀里紧紧抱着女儿的罐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前的视线渐渐模糊了起来 房间里的寂静忽然被电话铃声打破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是沈之行的妈妈 她一开口 就是担忧的语气 安念 是不是沈之行那个臭小子 惹你不开心了 沈之行的妈妈对我很好 在我嫁进去后没有那些豪门戏马 反而很是心疼我爱 夫妻难免会有争执 碰见意见不同的时候 各退一步就好了 你要知道 当初如果没有小刑 你是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于是开口制止她 妈 有时候退得太多 后面已经没路了 很多时候 我并不想惹事 之前几次因为江雨发生争执 我都自己抗了下来 可消息还是传到了她那里 她也是和今天一样 给我打电话劝说 让我让步 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说沈之行能和我结婚 说明已经放下了以前的事情 既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 她出轨江雨 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说现在外面出轨的男人那么多 沈之行相比起来 已经很难得 她说让我别介意 随着女儿长大 慢慢就会好起来 于是我就听了她的 我等啊等 等到女儿再也不会长大 也没等到她对我心软 女儿离开得太仓促 我已经无心和任何人在提起 说完后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 对沈母如此冷漠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 一片漆黑里 我望着天花板上吊灯的轮廓 女儿生前的画面 就不断在我眼前浮现 就像她还在我身边 我轻轻抚摸着怀里的骨灰罐 像哄熟睡的女儿那般 宝贝 不怕 妈妈会带你离开这里 我们永远也不回来了 想着想着 我渐渐闭上眼 意识也模糊了起来 耳边隐隐响起 女儿可爱的声音 这么多天 我终于睡了个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阵开门的声音 将我吵醒 我无力地睁开眼 眼前是沈直行满脸挥败的模样 双眼爬满了红血丝 甚人的可怕 她目光直直 看向沙发上的我 顿了半嗓 嘶哑着开口 女儿 她 为什么不告诉 我女儿的事 我看见她 颓然绝望的脸 和下巴上明显的泛青 心里忽然生起 一股诡异的快意 我说了 可你拉黑了我 我联系不到你 连你的助理 都联系不到你 怎么 沈总忘了吗 话落 我亲眼看见 沈直行的精神 濒临崩溃 双手捂着自己的头 指节都在颤抖 她缓缓蹲在地上 无力地开口 现在要我怎么办 我怎么和妈交代 文言 我忽然大笑起来 眼泪却滴滴滚落 原来她此刻的狼狈 不过是怕自己不好 和家里交差 这么多年 我还是不懂她 竟会觉得 她这样的人 会为女儿难过 我笑得面目猙獰 直到笑得没了力气 才浑身颤抖地 看着她的双眼 沈直行 离婚吧 沈直行像是听不到 我的一般 只死死垂着头 见状 我重复了一遍 她终于将双眼 重新聚焦起来 里面写满了 懊悔和绝望 看见我的脸 她犹豫半晌 缓缓开口道 抱歉 我没有理她 沈直行整个人 又再次沉默了下来 双眼像一潭死水 我知道 她想起了那些个巴掌 这几天 我被她打了无数次 片刻 她想起什么 拿出了手机 就在我以为 她要让人送来协议 决定签字时 她在我期盼的目光里 联系到了医院 你好 我是江宇的家属 我想问问 她的过敏怎么样了 怎么没见她回来 呵 家属 哪怕到了现在 她第一个想到的 依旧是江宇 我忍不住 讥讽地笑了出来 医院的工作人员 给她回话 说没有查到 江宇的就诊信息 看着她被挂断电话后 错愕的脸 我冷声道 现在你还在关心 害死你女儿的凶手是吗 你是觉得你是个合格的父亲吗 沈之行 你不觉得自己狠心吗 她的表情 在我一句句逼问下 渐渐僵硬起来 将我的话反应半赏 猛然瞪大了双眼 满脸惊诧 我知道 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于是接着开口 你给我看的监控视频 上面的时间正是女儿那天 你真不觉得 比起江宇过敏的事 你现在更应该和你的心上人谈谈 我女儿被诬陷的问题吗 在她不可置信的表情里 我颤抖道 虽然女儿已经不在了 但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让她背过 话落 沈之行手上瞬间脱力 手机垂直掉落在地板上 眼里是更深的绝望 下一秒 她迅速弯腰捡起手机后 就要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命令保镖离开后 又忽然想起什么 她转身看见我怀里抱着的罐子 脸上写满了愧疚和绝望 接着她走到我面前 像求婚那天在我面前单膝跪下 我们一起给女儿下葬 文言 我猛地站起身 开口拒绝 不可能 你不配 在我坚定地回答里 沈之行缓缓低下头 然后伸手用力在自己脸上 抽了几个耳光 我看到她小麦色的皮肤 迅速红肿起来 连下巴也微微颤抖着 可我只觉得可笑 把女儿骗走 不知道女儿的死讯 和白月光一起给女儿泼脏水 又弄脏了她的骨灰 一桩桩一件件 现在的惩罚对她远远不够 沈之行望求我和她一起去趟医院 我不肯 她便说 只当是为了女儿的清白 赶到医院后 她第一时间找人去查了医院门诊的监控 结果 我们看了好几遍 过敏的就诊科室里 根本没看见江宇的身影 沈之行迅速想到了什么 接着就开始查自己出现过的地方 不得不说 他们还是默契的 果然 江宇的身影悄悄躲在她身后拐角的位置 在听见护士说出女儿死讯的那刻 江宇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随后 她的脸色浮现惊慌的样子 在害怕之下 她静止离开了医院 甚至没告诉沈之行 看见这一幕 沈之行愤怒地拿出手机拨号 可江宇已经失联了 不止这些 她放大了监控的画面 却看见江宇脸上干干净净 没有半点再过敏的影子 于是 她找来医生 调出了江宇的病例 看见过敏原筛查理 根本没有对芒果过敏的诊断结果 沈之行气得一拳砸在桌上 办公桌猛然震动 连医生都吓了一跳 下一秒 沈之行冷声发问 那如果要改过敏原呢 你们医院还会给盖章吗 医生咽了口口水 才回答道 医院出的任何报告 都不允许修改 现在都是电子章 我们也不用盖 但也不一定 现在美涂秀秀 很大胆 闻眼 沈之行目光渐渐冰冷下来 除了可笑之外 我更多的是觉得可悲 我的女儿 就因为这个一个女人而惨死 我如何甘心 或许是看到了 我泛红的眼眶 沈之行低声说着抱歉 仿佛被自责占据了她的心脏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溃败的沈之行 离开医院后 我们直奔警局 报警后交出了截取的监控视频 警方说查证还需要时间 所以让我再等等 我不想等了 不想我的女儿再等了 于是我独自前往了墓地 而女儿的骨灰 终于经历波折 得以下葬 我挫败地跪在女儿的墓碑前 气不成声 几乎哭到晕厥 我失声地不停给女儿道歉 希望她原谅我这个失败的母亲 也希望下辈子 她能投胎到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可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 如果我一开始知道 会有这一天 如果我一开始知道 沈之行会变心 如果 我无力地勾纯 面上只有苦笑 可世界上 哪有这么多如果 我伸手轻轻抚摸女儿的照片 想起她刚出生时的样子 想起她每一天成长的变化 我这时才明白 或许沈之行从未忘过江宇 而我只不是是江宇出国后的替代 白月光只要出现 她的位置只会占据她心里更多的分量 可惜我明白得太晚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女儿如果在天上看见我这般模样 会不会怪我 墓碑上笑面如花的女儿 再也没了 我再次去了警局 警察顺着江宇的个人信息 查找到了她的联系记录 她曾在一周前和一个马戏团有了联系 从来没有交集的人 忽然有五百万的交易明细 江宇联系不到 警察就找到了那个马戏团 原来那个冒充我女儿的人 不过是马戏团里培养的侏儒 那个马戏团的人似乎还没及时收到信息 于是在酒店潇洒的时候就被警察带走了 一听是监控的问题 那个侏儒女二话不说当场跪在我面前 崩溃的大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是收钱在监控下面走了一圈 别的我都不知道 我甚至都没露脸 不至于犯法吧 我都已经这么可怜了 求求你们别抓我 我知道的都说了 钱我也还给你 你能放过我吗 警察询问了她和江宇联系的所有过程 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来 做完笔录后 准备让她离开时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看到了她下意识惊慌的动作 当场警惕地抢过手机 看见屏幕上的号码 我猜到了对方 按下接听后 警方示意让诸如配合 不许暴露在警局的事情 于是就听见了江宇冰冷的警告声 你现在立刻收拾行李离开 别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这句话刚好被赶来的沈之行听到 她脸上的表情几乎冻结成兵 诸如惊慌地看着警察 警察拿起笔飞速在纸上 写了几个字给她 让她照着念出来 那必须加钱 而且我要现金 你当面给我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电话另一头没了声音 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半晌 终于传来江宇恶狠狠地怒骂 我给你脸了是吗 没有我 你还在马戏团里卖笑 现在还要骑到我头上 你是不是疯了 我怕你有命拿钱没命花 我看了看沈之行的脸色 很是难以置信 青梅竹马的白月光 她从来没想过 江宇会变成这样 如果女儿没事 或许她准备 戴着温柔的面具 在沈之行面前演戏一辈子 可这一瞬间 她心底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最终 江宇答应了 和诸如交易的时间定在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 我和警察一起赶到了约定好的地点 在江宇出现那刻 第一时间将人抓住 江宇依旧穿着光鲜亮丽 看不出一丝逃命的落魄 被抓时 她脸上满是怒意 在看到我之后 更是不甘 江宇的案件开庭那天 我去了现场 听到她最终受到的代价 我很开心 要是今天回来没有在楼下遇见沈之行的话 我会更加开心 念念 沈之行喊我的语气 听不出喜怒 眼眶泛着微红 整个人竟然瘦了不少 你有想过我吗 我没想到她会突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微微愣了愣 就在此刻我突然意识到 原来在漫长的等待中 当初的热血与憧憬 早已经被磨平 反倒是沈之行 自言自语说 她整个人意志消沉地 在我们居住过的房子 一遍遍对着女儿的救赵灌罪自己 沈之行 你在演什么 我嘲讽地看着她 用她曾经说过的话回击她 我想 她或许真的折磨了自己很久 像这几年的我一样 每一天都焦虑地睡不着 沈之行从怀里拿过一张照片 颤抖着开口 对不起念念 是我错了 我们重新开始再要一个孩子好吗 她说 她反思了许多 终于明白我 为什么会提出离婚 沈之行 我打断了她 反而问她 你没认出 这是哪里吗 沈之行呆愣地看了一圈 环视着破旧的楼梯 直到看到转角某个涂鸦的时候 眼眶煞时就红了 她终于想起 这是我曾经的家 那时候我被追债 整个人营养不良 当时她每天来给我送饭 又涂鸦哄我 是她说 哎哟 这个吃东西的小人 怎么和念念一样可爱 可她早就忘了 可现在 含着笑的少年 逐渐变成念目可憎的模样 这一切全都变了 经过女儿这件事后 我们之间的矛盾 再也无法化解 沈之行也终于知道 我心意已决 怕是再也无法回头 但她依旧来找了我 在得到我坚定的答复之后 终于同意离婚 民政局内 工作人员可惜地看着我们 真的不再考虑了吗 不用 我冷漠开口 盖章扣下 我们的婚姻作废 从民政局出去后 她将那些 我和她的婚纱照塞给我 抖着从喉咙里开口 我求你 留下我们曾经的美好回忆吧 我看了一会儿那些照片 想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撕碎了那些照片 我的回忆 只有女儿就够了 离婚协议里面 沈之行给了我不少财产 我把其中的一部分钱 请了专人帮我打理 以后倒是无需再操心经济的事情 最后 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留下了我太多美好 或者不堪的回忆 我始终无法心平静和地 看着这片天空 再次回来看女儿的时候 一旁的空地上 多了一处墓碑 是沈之行 她死了 死在了我们离婚后的半年 巧合的是 她也死在了车祸 两辆车正面相撞 只有副驾上的沈之行 一人不治而亡 我想 我的女儿或许不再孤单 故事二 花费999万 向我求婚后 许一涵断连一整个月 待身患绝症的白月光 环游世界 他们回国那天 我亲自去接 并提出分手 家常豪车内 白月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姐姐 都怪我太任性 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你 男人将女孩揽入怀中 目光冰冷看着我 安安要是被你气出好歹 你来陪葬 文言 我轻笑 都说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许一涵你放心 有了你这条狗 他一定死不了 顾勉 你太过分了 许一涵的俊脸 从未如此黑沉过 他满眼担心的轻抚送安安 生怕我真将对方下晕 我内心冷笑着 丢出一张检查报告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宋安安根本没有身患绝症 铁证面前 许一涵的第一反应 却是检查报告是我伪造的 你的心思真歹毒 安安他只剩最后半年 你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 争风吃醋 好一个争风吃醋 低垂眼眸 眼泪砸在手背的同时 我戴上墨镜 我与许一涵相爱十年 抵不过宋安安回国三个月 他无私资助他 濒临破产的家族 没日没夜地 在医院亲自陪护 甚至打破不信鬼神的底线 到寺庙前程跪拜 只求与他不再分离 想到这些 我一瞬不瞬看着许一涵 问他 你还记得你是谁的未婚夫吗 因为我的语气轻柔 许一涵的面色逐渐缓和 他握上我的手 亲吻一口 语气敷衍 没跟你打声招呼就出国 使我考虑不周 只是我现在回来了 你也该闹够了 我保证 只要你听话 我们的婚期不会有任何改变 了解许一涵的人 都知他言出必行 他说会娶我 便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娶 可问题是 我已经不想嫁给他了 顶着许安安暗藏恨意地娇弱目光 我施施然抽回手 打开小巧薄金包 拿出烟盒 不紧不慢地点燃一根细烟 许一涵的眼神瞬间冰冷 他平生最讨厌的味道 便是烟味 他以为我为了他 早已戒烟 可现在 我却朝着他沉怒的冷漠面容 吐出一个标准烟圈 我与许一涵 相识于一场乔迁派对 我是东道主家 乖巧懂事的秀丽女儿 她是姗姗来迟 仍被奉为做上宾的 顽固公子哥 那天 她在空无一人的后花园 抓到我正在鲜雾缭绕 独自吸烟 臭死了 赶紧丢了 俊美青年苦大仇深看着我 见我理都不理他 直接长腿一脉 夺下我嘴边的香烟 冷着脸掐灭 我眨了眨眼 笑着对他说 神经病 事实证明 十八岁的许一涵 空有一张冷峻帅脸 脑子确实不算正常 就因为我骂了他 他便狗皮膏药式地缠上我 我们不仅成为邻居 成了同班同学 还成为学校里 人人喜闻乐道的调侃对象 许一涵与我相看两眼之鱼 偏要跟那些狐朋狗友打赌 赌他不出一个学期 就能追到我这朵生人物尽的高领之花 他要让我当着全校人的面 双膝跪地 用嘴清理他脏兮兮的球鞋 他说 谁让他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这种女人就是欠收拾 许一涵前脚刚把赌约 闹得沸沸扬扬 后脚就被我在饭里下了过敏物 不得不滚回家 连打好几天吊针 原以为青年会学到教训 从此远离我 谁知这蠢货竟开始给我送花 送车送现金 只为成为我名义上的男朋友 花我丢了 车和钱我收了 至于男朋友 我也交了 只是不是他 倒霉的是 刚交上男朋友的那天晚上 我便被父亲的仇家绑架 初恋男友丢下我逃跑成功后 竟都不敢抱一个 本就爹不疼后妈不爱的我 正流泪想着这次确实死定 一道突来的亮光 刺痛了我的眼 是许一涵 他骑着他那台难看得要命的机车 杀进绑匪堆 手无寸铁来救我 在他的庇护下 我毫发无伤 顺利逃脱 而他被匪徒关进 原本为我准备的狗笼里 整整三天 他们殴打他 为他收拾 把他折磨得几乎不成人样 许一涵重新上学那天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即将跪到他脚边 他却将我整个人拉起来 小心翼翼护在怀中 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逃打语调 可俊美青年的眼神 温柔而深沉 顾眠 之前我说的混账话 都是为了吸引你注意 请问 我现在有资格追求你了吗 红着眼睛咬嘴唇 我只告诉他 我欠他一个人情 他可以提一个要求 我绝对不会拒绝 文言 许一涵笑了笑 这个人情我会等到我们结婚那天用 哎 原来你也会脸红啊 顾眠 这天之后 我跟许一涵正式握手言和 半年后 他当着许顾两家人的面 郑重请求我做他的女朋友 许家门深怨重 从来没想过与顾家这种 依靠偏门抱负的家庭 结为亲家 奈何许一涵满心满眼都是我 十年时光 但只成空 许一涵为了我 甘心接受家族所有安排 成为无可替代的接班人 而我 放下身段洗手做羹 只为成为许家满意的儿媳 明明只差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我跟许一涵便能如愿以偿 携手走进向往多年的婚姻 送安安越发急促的呼吸声 换回了我的心神 我知他又在装病 然而许一涵却为此 将我手中的烟打掉 任由我的皮肤被烫出一个血洞 安安他有哮喘 闻不得烟味 许一涵命令司机 马上去最近的医院 司机透过后视镜 左右为难看着我 我呼得便笑了 我问许一涵 还记不记得我欠他一个人情 许一涵正愣半秒 随即对我冷笑 我用人情征用你的车 你给我滚下去 得到想要的答案 我即刻吩咐司机停车 天桥上 我一下车 叫车掉头 便往医院赶去 刺骨冷风 刮得我脸颊生疼 此时 手机响起 你好许太太 我们这边是婚纱摄影店的 请问明天 您和许先生 几点能过来呢 我不假思索地说 直接取消 谢谢 当天夜晚 许一涵没有回我与他的心房 第二天一早 我联系搬家公司 将我的物品打包带走 接下来好几天 我每晚都参加不同饭局 显然是有心人将此事传到许一涵耳中 所以我才会如此巧合地 在同一家餐厅 撞见他带着送安安 与几个大院发小吃饭 嫂子怎么见了我们一生 招呼都不打 不会还在因为安安跟你闹别扭吧 许哥 真不懂事啊 面对好兄弟的爷鱼 许一涵一言不发 朝我走来 闻到我身上浓重的酒味 他眉心深皱 强行将我牵进包厢 暗坐到许安安身边 知道你在隔壁的时候 我就让后厨做了你爱喝的龙凤羹和小菜 许一涵挽起衬衣袖口 亲自喂我盛汤 加菜 余光中 我看到宋安安暗自掐捏大腿 眼泛泪光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委屈模样 女孩表现得仿佛我才是介入 她与许一涵之间的第三者 一阵生理性恶心涌上喉间 我面无表情起身要走 许一涵的发小立马吃笑道 顾眠 但凡是个男的都喜欢温柔听话 是大体的 你呀 多跟人家安安学学 别整天摆个死人脸耍狗脾气 一破爆发户的女儿 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听闻此言 我内心毫无波动 只是下意识地看一眼许一涵 从前 她的亲戚朋友 对我若有半分不敬 她会毫不留情骂一顿 并断绝来往 如今 她却若无其事坐在那 慢条丝里的包下 然后 放进送安安碗里 冷汗无声浸透我的背 早在几个小时前 就感觉不适的胃 此时此刻 脚痛得我不得不陷入安静 我的咬牙沉默 被在场所有人 误认为是羞愧认错 于是 在许一涵试一下 方才还骂我 骂得正欢的发小 不情不愿到了两杯酒 打算与我一笑敏恩仇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许一涵明紧薄唇 即将替我罚酒之际 我快速抢下酒杯 将酒水猛地 泼洒到男人发小脸上 我勾唇冷笑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教训我 听到对方 因眼睛刺痛 而发出惨叫 我嘴角抽动着 捂着腹部 往门口努力走去 这会儿 许一涵终于发现 我的不对劲 他冷脸拦下我 正准备说什么 一道尖叫声响起 是宋安安 跟从天厅赶来上菜的 服务员撞到了一起 眼见宋安安被烫伤 许一涵眼中 盛满担忧 他扔下我 转身将女孩抱起 往洗手间赶去 等许一涵确认 宋安安并无大碍 回头寻我时 他的发小告知他 我已经在一个 陌生男人的护送下 安然离开 这话 许一涵自然是不信的 他只当对我 怀恨在心的发小 在随口造谣 当天晚上 喝醉了的许一涵 破天荒回到 我与他购置的新房 打开灯 看着空空如也的卧房 男人的酒 瞬间清醒一大半 隔天下午 在我谈室的当口 许一涵打来好几个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一个小时后 我出现在市中心顶级酒店 电梯门刚打开 我便看到一张 阴质冷漠的俊脸 许一涵一定在电梯口等了很久 不然他的语气不会如此差 为什么不接电话 刚才在忙 即便我笑吟吟地回答 男人的难看脸色 也并没有多少好转 今天是两家父母相约谈婚事细节的重要日子 许一涵没想到我会迟到 见他一动不动盯着我 我主动询问 他的家人是否都到齐了 我希望双方父母都在 这样一来 待会退婚 才算体面正事 都到了 就差你 许一涵默然往前走 临近包间前 他冷言道 下次要改新房装修 必须提前跟我说 不等我开口 男人丢下我 自顾自入席 环市四周 我发现许家来了不少人 这其中 包括宋安安 看到我 女孩即刻对许母撒娇 阿姨 你看顾姐姐这不是来了吗 你刚才答应过我的 大好的日子 不能对她生气哦 听到这话 父亲和继母赶忙陪笑着 感谢宋安安 如此宽容懂事 继母阴阳怪气 瞥看我一眼 哎 老公 你说 如果安安是我们的女儿 那该有多好 文言 父亲的眼神 透出恨铁不成钢的嫌弃 他朝我呵斥道 傻站在那干什么 还不马上滚过去 向你未来公婆道歉 见我依旧无动于衷 本就低气压的包厢 气氛终于完全降到冰点 宋安安一副受惊兔子的样子 瞪大眼睛 努力不让续满框的泪落下 我明白姐姐的意思 是我这个外人不该在这里 打扰大家了 我马上就走 许母满眼心疼地阻止宋安安 随后高高在上看向我 顾眠原以为经过我多年的教导 你该懂得 为人妻为人席的端庄贤德 没想到时至今日你 还是这么没教养 不懂规矩 看来 这婚事没必要结了 没等我开口同意 这清朝余孽的最后一句话 许一涵已然抢下话头 妈 你严重了 男人动动手指 让服务员送上两杯滚烫至极的热茶 他要我双膝跪地 徒手奉茶 以此获得长辈的谅解 许一涵眉头冷皱 用施舍至极的语气跟我说 顾眠 别再坐天坐地 这是你嫁给我的最后机会 男人话音刚落 当着在场众人讥讽的注视目光 我毫不犹疑地将茶杯打翻 全场哗然 许一涵忍无可忍走到我面前 扣住我的手腕 力声逼问我 还没闹够是吧 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一字一顿 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 说 我要退婚 你敢 不出我所料 听到退婚两次 我的父亲立马气急败坏地表示 我如果不嫁进许家 他立马将我赶出家门当乞丐 全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 文言 我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惊慌失措 我只是笑着问许一涵 我们体面结束 你放我走 好不好 手上的力道明显加重 疼得我努力抽手 却反被抓掐得更紧 盯着发红肿胀的手腕好几秒 我恍然抬眼 与许一涵四目相对 无惧男人眼中翻涌的怒意 我玩耳一笑 既然你不想体面 那就别怪我 跟你们所有人撕破脸 听到我大言不惭的狂妄发言 我那最好面子的父亲 第一个冲过来想揍我 可惜他忘了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瘦弱无助 成天哭着找去世亲妈的小女孩 顾董英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试试 我马上让你这个老不死的 死无葬身之地 由于我的眼神实在过于自信坚韧 顾董英满脸通红 喘着粗气 看看我又看看瞪着她的许一涵 愣是举着巴掌 迟迟不敢下手 你倒是打她呀 你可是她亲爸呀 你怕她干甚 啊 继母没来得及把话说完 便被我用尽全力 一脚踹翻在地 硬生生疼的她冒着冷汗 不顾脸面的满地打滚 顾董英见到自己的年轻老婆 被亲生女儿当众教训 她的第一反应 并不是多么担心对方 而是感觉她那张老脸 正被我这个不孝女 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这么多年来 伪装出来的所谓书香是家 此时此刻 完完全全被我摧毁殆尽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顾眠 老子就不该听信 那个臭算命的 说你这个贱丫头忘我 当初就该让你跟你那个 肺劳病的短命母亲 一起死在乡下 顾董英气急败坏 到毫不在意地 将曾经的难堪家事 公之于众 只为戳烂我这个 一提到母亲 就红了眼眶的 亲生女儿的心窝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自以为攀上了 许家一步登天了 我告诉你 没有我顾董英 你早就在外面流浪 吃垃圾了 你这个小畜生 无所谓顾董英骂得多脏 我由头到尾都是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只不过 当我听到她亲口表示 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 我实在没忍住 轻笑出声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甩开许亦涵的手 我从肩上的手提包里 拿出好几份新鲜出炉 没几天的文件 顾董英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到底是谁把谁扫地出门 这几份文件 全是顾市企业的 原始股权转移协议书 简单来说 就是我 顾眠 才是顾市企业 现如今最大的股东 换句话说 我才是顾家企业的唯一化石人 听到顾董英一口一个不可能 小三上位的继母 面色辣白 强忍着疼痛 同样瞪着双眼 翻阅协议书 一连看到好几个他暗中 安插在顾市集团的男性亲戚的名字 气得他急火攻心 叫唤得比顾董英 凄惨大声得多 假的 肯定是假的 他们怎么可能愿意把这些股份 转让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黄毛丫头 老公 我们可以去报警 这些协议肯定都是伪造的 白纸黑字 红张当头 怎么会是假的 这些是我这段时间忙前忙后 参加许多酒局换来的部分成果 说起来 还得感谢一下许义涵 如若不是顶着相爱多年 即将跟他结婚共创事业的名头 公司里的那些势力眼 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将远古分放出 继母声嘶力竭的呼喊 只换来顾董英 带着浓浓泄恨意味的拳打脚踢 顾董英再怎么老糊涂 也能透过这几分协议上的转让者名字 看出继母暗藏在深处 时刻等着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当众家暴 放到大街上 说不定会有正义路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可惜的是 这里是许义涵定的最高级的私人餐厅 有钱人的家暴 往往不叫家暴 只是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意见 分歧而已 眼看继母已经被中年男人打得只剩下半条命 再这么闹下去 不太好收场 许义涵喊来两个体格强健的服务生 看我一眼 见我并没有要阻止她的意思 她便开口让这两人 把我颓废发疯到奄奄一息的父母送出去 顾董英临走前 被我叫住 我对她说 从今天开始 不要让我在公司看到你 只要你不闹事 你手上剩下的那点股份 还能留着给你养典老 这句话 我从小耳濡目染 从前顾董英是怎么威逼利诱的 从别人手里搞到权力 然后将人毫不留情踹出局 现如今 她就是怎么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架空权力 无情扫地出门 自诩加风高雅清正的徐家人 看了全城的热门 竟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指责 我冷血无情 不配为人子女 我不急不忙扫尸一圈全场 有些人甚至不敢跟我对上视线 我知道 他们这群伪君子 最怕跟我这种连亲生父亲都敢坐局下手 丧心病狂的疯子扯上任何关系 至于许家父母 他们则是大眼瞪着小眼 愣是久久无法说出半个字 反倒是一直坐在最好的位置看戏的宋安安 实在无法忍受许一涵重新抓住我的手臂 用所有人都能听清的音量 似笑非笑说出的那句 既然你这么喜欢钱 就更应该嫁给我 一涵哥 看到那么多血 我感觉心脏好不舒服 这一回宋安安倒不是装的 所有人都看得出 这个乖乖女的脸色愈发的清白交加 鼻尖上的汗珠愈发明显 然而许一涵却依然无动于衷地站在我身边 脚尖一动不动 她只是朝许家人 略微失了一个眼神 便有人准备带宋安安出去透气 见状 宋安安强 扯出一个苦笑 突然祝福 我跟许一涵新婚快乐 安安 收回你的祝福 这种 女人 除非我死 不 就算我死了 她也绝对不能进我许家的大门 许母此言一出 马上换来在场亲戚的支持 我并不在乎 宋安安置上不了台面的挑拨离间 只是我这人 脾气确实不太好 我越看许母 越觉得她不顺眼得很 于是我拍拍许一涵的手臂 眼神温柔地让她将我放开 我想跟咱妈好好道个歉 听到这话 男人眼中闪过一道清澈 瞬间听话放开了我 我随手拿起宴席上一杯没人冻过的酒 走向许母 总所周知 许母从来不喝酒 并且一心向佛 素食多年 本能地感受到我来者不善 许母起身要走 却被我眼疾手快按了下去 我凑到她耳边 带着令人如沐春风的笑意 言简意骇 对她轻言细语 金善堂的素斋一定很好吃 否则你跟那群小姐妹 怎么会每隔两周就去一趟 下次也带上我 好不好啊 许阿姨 金善堂表面上是一家面向前程佛教徒的非牟利组织 可实际上 那里有涉及太多灰色地带的项目 无法公之于众 这件事 大从我被许母安排在身边 美其名曰带我向善 实际是把各种为难我 想让我跟她的宝贝儿子分手的那年起 我便暗藏心中 这么多年下来 我手上掌握的可不光只是 金善堂明面上的素斋食谱 你 你 我握上许母的手 好让她指尖发抖别那么明显 许阿姨 你刚才也见识过了 我呢 就是一个比我亲爸还粗鄙不堪的疯子 你们许家家大业大的 没必要跟我这种人纠缠不清 你说是不是 嗯 来 喝了这杯酒 我就当我们从今往后瞧归瞧 路归路了 众目睽睽之下 许母颤颤巍微微地将我给她的酒 一口喝下 她被蜡出了眼泪 于是我好心地加了一块 油光成亮的红烧肉到她碗里 笑咪咪地示意她吞下去 好压掉嘴里的苦涩酒味 在众人震惊到无以复加的眼神中 许母死咬牙关 张开了嘴 再次破戒 就连许一涵这个跟她并没有 多少生养感情的儿子都看不过眼 让她别勉强自己 她却强颜欢笑着说 没事没事 儿媳妇家的肉就是 哦 好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另外 我不是你儿媳妇 说完这句话 我大步走到包厢外 然而许一涵却丢下她默默流泪的母亲 将我再次拦了下来 顾眠 别再意气用事了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虽然过分 但是我理解你 我不会跟你计较 明天 明天 我们就去拍婚纱照 好不好 我眼神迷茫地看着许一涵 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结婚 事已至此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再死缠烂打下去 为什么 许一涵怒急返笑 看着我的眼睛 我们在一起十年 难道这十年对你来说 什么都不是 文言我点了点头 对 什么都不是 就在我和许一涵纠缠的时候 宋安安不管不顾的跪倒在我脚边 不由分说地替男人一道挽留我 我知道 宋安安此举是专门做给身后的许家父母看的 我对许一涵越无情无意 越显得他对许一涵至死不渝 眼睁睁看着宋的安安眼泪混合鼻水 滴落在我全球限量款高跟鞋面上 我实在没忍住骂了一句脏话 然后一巴掌把这个演技跟人品 一样烂出臭汁的蠢货女人扇到一边 宋安安的鼻子磕碰到墙角 他傻愣愣地看着满手的鼻血 满眼清泪地看着许一涵 好笑的是 男人光顾着跟着我 一路走到停车场 看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停车场内 早已有人预热引擎 在那等候我多时 他是谁 许一涵指着跑车上的冷面帅哥 咬牙切齿问我 那天你胃痛是他把你接走的 顾免我他问你话 你是哑巴了还是被我给说中了 啊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抬了抬眼 许一涵 你冷静点 我拜托你搞清楚 我跟你刚退完婚 所以我的事 全部都跟你无关 你说退婚就退婚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觉得很好玩吗 顾免 就因为我陪着生了病的好朋友 出了烫国 你就这么对我 双掌手心狠狠按压 秃秃狂跳的太阳穴 许一涵双眸腾红看着我 我就问你一次 你跟这男的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装出一副 有点伤脑筋的样子 歪头想了想 笑道 啊 想起来了 应该是你失联的第三天吧 那句老话 不是这么说的吗 男女朋友断联三天 就等于无声分手 我想着 我们既然都分手了 那就去酒吧列个宴好了 怎么样 我的眼光不错吧 人家是混血儿 长得比你有味道多了 我当着许一涵的面 坐上副驾驶 发狠砸了好几下车窗 见我依旧无动于衷 许一涵红着眼对我说 顾免 你一定会后悔 对此 我的回应是 戴上墨镜 回都懒得回他一句 车内 沈淮问我 拿他这个新任的公司 当挡箭牌 莫不是真的对他有意思 闭上你的脑 我绝对不跟合伙伙伴谈恋爱 都是成年男女 沈淮也从来没想过 隐藏他的心思 我是貌美如花的最大股东 他是驰骋商界 追求刺激的业界大佬 我们两个的人设 放在言情小说界 是能缠缠绵绵 好几百章的存在 只是我 确实不打算跟商业伙伴 有任何情感上的纠葛 所以对沈淮 我总是冷冰冰 公事公办的语气 只是我忘了 男人最喜欢追逐 看似永远得不到的猎物 一个月后 沈淮把一封情帖递给我 你的前卫婚夫 为了见上你一面 还真是有够大费周章 最近 许家一直在跟故事 明里暗里地作对 以至于搞得好几家大型企业 不得不站队跟风 搅得好几个圈子动荡不安 不过沈淮确实有手段 哪怕体量远不及许家 他依旧没有落到下风 这张情帖的作用 相当于暂时停战 虽然不知道 许一涵究竟想干什么 但我没打算窃战 晚宴举办的地点 是我跟许一涵 曾经的新婚爱潮 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地方变换了女主人和风格 宋安安衣着打扮得宛如中年顶级贵妇 这显得她有种小孩子 偷穿大人衣服的滑稽感 许一涵全程带着她 宠着她 这使得那些了解我跟许一涵 有过婚约的宾客们 毫不掩饰地向我投来意 有所指的复杂目光 终于 许一涵带着宋安安 与我和沈淮对上 宋安安笑我离了许一涵 身上的碗礼服是过季款式 我便懒洋洋 把头靠在沈淮肩上 回说 反正碗点也会被撕烂 过季的才不心疼 文言 许一涵握着红酒杯的手指截 开始发白 就这么毫无营养地 拟来我往好几次挑衅 宋安安半真半假地 被我气红了脸 可怜兮兮地仰视许一涵 显然想要男人替她做主 然而许一涵的视线 一直停留在 我挽着沈淮的手上 后来 许一涵接了个电话 途中 她看了我一眼后 便丢下宋安安 直接离开 沈淮也离开后 宋安安终于不再维持 她表面上的虚伪温柔 她恶狠狠瞪着我 讥笑道 你还真有脸来 我立马回敬 你都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为什么不能来 顾眠 你再怎么灵牙利齿 都比不上 我在意涵心里的地位 你看 就算她知道 我没病骗了她 这不还是把我迎进来 做女主人 面对宋安安的洋洋得意 我连白眼都懒得费劲 翻给她 毕竟再过一会 宋安安即将成为 我用来打击 许家的一枚爆炸性棋子 刚从女士洗手间走出来 我就被许一涵强硬拉扯着 掳进阁楼书房 她把我的手抓得很痛 我正为质问 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的鼻尖 一直在我耳边磨蹭 声音沙哑地说 顾勉 我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 滚开 你给我滚开许一涵 我知道你跟那个沈淮是假的 我都找人调查清楚了 你故意跟在她一起 就是为了气我 你气我对宋安安好 可是我真是 只是把她成为 很疼爱的妹妹看待 顾勉我发誓 我跟她没有发生过关系 真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男人喃喃自语地 滑跪到我脚边 牢牢抱着我 不肯放手 如果不是沈淮带人 及时找过来 我毫不怀疑 许一涵会直接将我 非法拘禁在这里 好不容易把反锁门的撬开 沈淮眼中的担扰 绝不是假的 顾勉你没事吧 许一涵你这个王八蛋 到底要纠缠 他到什么时候 素来脾气很好的沈淮 看到我身上的衣服 又被扯坏的迹象 二话不说 便举起拳头 许一涵四打在一起 许一涵笑得很狂妄 他享受着沈淮眼里的愤怒极度 一边迎战 一边大言不惭地说着 他是我初恋 是我第一个男人 我跟他的感情 不是沈淮这个杂种能介入得了的 你可不是我初恋 我的一句实话实话 帮沈淮扭转了平手的局面 许一涵瞬间的失神 导致他被沈淮按在地上 猛揍了好几下 此时 蓬头垢面的宋安安 突然冲了过来 他反抗着警察的逮捕 哭得肝肠欲断地求许一涵救他 和他那群身陷赌博与诈骗的家人 此时此刻 许一涵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会愿意出现在此地 警察是我叫来的 我早就知道 宋安安和他的家人 被安顿在此 选择在今晚抓捕他们 是因为外面多的是 敦守新闻的各界记者 许家跟人人喊打的金融诈骗犯 有所来往庇护 光是这一条新闻标题 就足够让许家明早的股价 下跌十个百分点 当初说的跟包厢内的所有人翻脸 就真的都连同宋安安 许一涵和所有许家人在内 全部翻脸 毕竟我这个人 就是这么牙字必报 知道是我做的局 抓了他全家后 送安安狠步的化身女厉鬼 不管不顾地冲过来 想要掐死我 然而许一涵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挡在我面前 他直接将失控的好妹妹 踹了下楼梯 晚宴被迫提前结束 我穿着过季的有点狼狈的高定礼裙 躺在后花园游泳池旁的躺椅上 拿出许久未用的烟盒 抽出一根奖励异味的香烟 我刚夹在手指间 一左一右 适时出现了两只点了火的打火机 是许一涵和沈淮 把香烟重新放回烟盒 看都没看一眼 半张脸陷入血迹的许一涵 我起身拍了拍沈淮的肩 示意他一道离开 从这之后 许一涵每晚都给我发 比公司的每周部门报告 还长的短信 这让我想起来 曾经有一年 他每隔一个月 都会给我写一封诚意满满的情书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珍藏着那些信 直到他失联后回国的前一天 我把所有关于 关于我们之间爱情的东西 全烧了 至于许一涵发的那些 该是十分情真意切 充满悔恨痛苦的小作文 我一条都没有读过 渐渐的 小作文没有了 一天 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徐母找上我那天 天气并不算好 算不上很久未见 可是我印象中 那个总是雍容华贵 保养得当的贵夫人 面容惨然到周身气质 同那些她瞧不上眼的普通老百姓 并无二致 她用从未有所的低声下气同我说 顾眠 阿姨求你去看一眼一涵 说完 不等我有所回应 许母直接给了我一把很老旧的钥匙 我仿佛透过这把钥匙 看到了什么 心脏控制不住的下沉 来到我与许一涵曾经同居过的老屋 即便有所心理准备 我还是被客厅里 那个自甘堕落 将自己锁在铁制笼子里的男人 感到冲击 许一涵对我的出现 并没有产生多少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她饿了很久 这是她把自己关进笼子的第四天 就在我想要用钥匙打开笼子的前一秒 男人的声音是沙哑到 能磨出血 别管我 即便她这么说了 可我还是义无反顾打开了锁 即便如此 她还是一动不动蜷缩在那 于是我说 别等了 你想等的人不会来的 十年前 十八岁的顾眠 不眠不休地跟着警察一道寻找 被关押的十八岁的许一涵 十年后的今天 二十八岁的顾眠已经开始跟别的男人约会 吃饭 就连来看一眼狗笼里的许一涵 也是保着看她笑话的态度来的 二十八的许一涵对上我无爱无恨的眼 她的眼睛明明酸痛得快要瞎掉 却流不出半滴眼泪 救护车是半夜来的 男人因过度进食 引发心脏突发休克进了医院 两个月后 许一涵出院被拍 她坐在保镖推动的轮椅上 双眼无神 形如枯稿 一年后 故事集团成功上市国外 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顶层 沈淮得意的挑眉 这一次你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推掉手头上的所有事 陪我滑雪 我将刚刚冰镇好的香槟 送到她手边 红唇微敏 如你所愿 长达一年 我并没有松口 接受过沈淮的表白 她也知道 我有许多优质约会对象 但未来会怎么样 谁都说不准 落地窗外 是一览无遗的蓝天白云 飞机划过高空 遗留的白线 从清晰到逐渐消失 很多人忙忙碌碌之余 总是为手为脚 生怕走错路 其实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 所谓的唯一正确的路 只有当你听从内心 真实的声音 迈出第一步 你的脚下 才会出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路 请不吝点赞 b工